中华馆国民教育向右定金 专门保障幼里住客会用 幼里方大班保障方案已经实施 中小班保障方案 目前已经变历经费 也在到议会及时通过 就没在八月开始正式实施 以減轻官民拥有主流的负担 我们延续往下 就是在中班跟小班的部分 我们从今年八月号开始 也能够做针对这些 想要念中班跟小班的一个家长 我们每年补助一万块 那这些经费呢 已经通过今年的预算已经通过了 那我们希望说 经过这样的一个向右扎根的计划 就我们整个张华县 幼稚园的补助的部分 大班中班小班 形成一个连贯的一个体系 那针对我们张华县的整个幼儿的教育 能够更全面 那也能减轻我们家长的负担 只要是北部下车是赶好一个人 把幼儿里设置本官半年以上 设合法立案的输入幼儿 中小班的幼儿 都有接受这项補助的组计 每年補助一万块 总结有两万人处的幼儿 在这项福利 现阶段已经完成变列一百凶七年 半年五千万块的医生 经费已经到位 望望向右定君家位 把大、中、修办的体系联盘起来 让原来幼儿教育 更加专闻 更加减轻家庭的负担 公益品德持续中 中华采放报道 关键体连续中华采放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